Hello Alex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市中心 開始上來這個夫惠耶山 也可以稱為夫惠耶教堂 有些人將這個教堂 比美成為巴黎的白教堂 因為大家都是用白色的石頭而建造的 真的很美 你看 每個人都來拍照 很熱鬧 雖然開始有點風 但這裡的景色真的很美 這個地方是李昂最高的地方 是呀 這是高點 因為本來李昂城市 沒有高樓大廈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也可以高點 可以整個李昂全景去看看 我看到有些石獅子 這個教堂 這個獅子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獅子我們在李昂都會看到 這個代表李昂城市的意思 李昂就是我們英文的 The Lion 是獅子的意思 我們看到這個建築相當特別 包括羅馬式 然後加入擺尖庭的風格建築 你看到四根柱 上面有四個不同的雕塑 分別《聖經故事》裏面所說的 馬太 勞家 若翰 馬可 四個 不同的代表就是不同的四福音和標誌 這裏零石的溫度都會更冷 是 山頂 因為是山頂 我們現在是否走進去 是 我們進去看看 裏面有些馬賽克的畫 都是相當靚的 我們可以仔細看 如果你不仔細看 真的以為它是這樣畫上去 其實它是馬賽克 一塊一塊小方塊拼上去 很重要 我們進去 我們進去 可能沒那麼大聲 要安靜一點 始終是教堂的地方 我們看到門口的銅獅子 都是李王 很多西方人都把這些鼻子 凸出來的東西摸 代表帶來好運 我們從這邊進去 哇 裡面很漂亮 我有說過神父先生 他懂得說中文 是嗎 哇 這裡很漂亮 哇 這裡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今天我講過 所有兩棟 都做了很多馬賽克的畫 你好神父 神父 你好 神父 我們見過很多次了 你好 你學到用嗎 對 很厲害 對不起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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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 我們今天住在這裡 住在李王 你好 謝謝 我是教堂的神父 我會見見普通話 我有很多中國朋友 我喜歡去中國看朋友 你好 非常好 謝謝你 歡迎 我們是從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 對 然後我們住在 Vancouver 好的 對 所以我們特別 他提起你很多遍 好 要我去見見你 謝謝你 他有跟我的觀眾 我有一個YouTube頻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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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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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神父 你和我們聊天 是的 他把中文譯音 寫成 富維耶 就是這裡的山區的名字 山小山的名字 富維耶 富維耶 就是這個地方的山區 就是這個地方的名字 好心機 我們這裡的神父 將很多都變成 日文、韓文、中文 是我們神父做的 是的 去翻譯 我們保持宿靜 這幅馬祭 這裡你現在左右兩旁 都是空母神馬祭的 我認為有一幅比較特別的 我們在中間 看回頭 在拱門上面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看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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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說過獅子代表哪裏 李昂 你看到獅子捕在地上 是的 然後旁邊左邊 有一個綠色的女子 沒錯 這兩個都是畫家 表達代表李昂的意思 中間坐在這裡 上面那個就是聖王馬利亞 手抱著她的寶寶 就是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隱約見到 最左邊 最盡頭左邊 有一個面目真靈的魔鬼 拿著一把臉刀 如果你再去看一點 那這就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當時十六世紀的時候 的黑死病 哦 然後再旁邊有一個白色衣服 就是天使拿著一把刀 就是不要過來 我們要保護這個城市 這幅畫就是當時描寫 這個教堂戰勝了黑死病 然後歌頌這裡的神 其中一個比較 可以看到這段 在教堂的其中一個歷史 但是它是馬雀黑 沒錯 它不是畫上去的 這幅就不是馬雀黑 左右兩旁就是馬雀黑 旁邊這些是馬雀黑 對 這些是馬雀黑 這些是馬雀黑 這幅兩邊 你看到都是馬雀黑 這幅就是馬雀黑 這幅就是馬雀黑 就是一粒粒的 對 這幅又是馬雀黑 馬雀黑有一種藝術 一種藝術 所以我說這個教堂 都很值得看 來 這個神馬雀三眼 好 謝謝 馬雀 有一個朋友從馬雀來 啊 OK 謝謝 謝謝師傅 好 謝謝師傅 我們現在還可以下去 從前面下去 對 對 在哪裡 師傅 你怎麼學 國語的 你怎麼學 學 學 對 對 你怎麼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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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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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每一次你見到他都很開心 對 都是用他 很友善 對 很友善 只要你肯跟他聊天 一定會理你 對 看到右邊很多人準備到下面 那邊 小門口 可以落到地下 這個教堂 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分兩部份 這個是一個後興建 19世紀1872普法之戰之後所見的 另外還有一部份就是落樓下 那裡是最原始的 最早期的教堂 真的 很幸運 我們沒有避免到這個地方 真的很漂亮 這個里昂的 好像聖母園一樣 沒錯 可以這麼說 但是巴黎的聖母園 現在還好像在維修 一場大貨 很可惜 對 所以我們很幸運 還看到一個聖母園 雖然他不是巴黎的 但是在里昂的 一樣可以參觀到 很好 真的 阿歷斯 好 好 哇 這裡真的很漂亮 對 我就是說這幅畫 這裡周圍都是馬彩克 周圍都是馬彩克 沒錯 在歐洲馬彩克 除了馬彩克 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左右兩旁的玻璃 玻璃窗 在歐洲的玻璃 十二世紀開始 已經有玻璃 而且有顏色的玻璃 不簡單 我們計計時間 十二世紀 我們中國的元朝 當時都沒有玻璃 照著銅鏡子 這裏 這個時候的玻璃 你可以看到 他們有一種名字 叫玫瑰花玻璃 很多時候已經有顏色 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外面看這個教堂 你是看不到有些花紋圖案 人類 人類的雕塑 畫像在玻璃上面 因為要在外面有陽光照進來 你才能看到 當你走到外面的時候 就是一片黑黑的 沒有顏色的玻璃 即使我們在地上 都是一些馬賽克的 街磚所造成的地板 地板也是 沒錯 而且是很小粒的 街磚地下 都是馬賽克 你們有興趣可以到樓下 樓下還有一個小教堂 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樓下 樓下有一個小教堂 對 在外面 我不是 我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 海洋 我們這裏可以到最早期興建教堂的原寺所在地 好 先進去 謝謝 謝謝 哇 我看屋頂都是採取一種歌德式建築的模式 最主要是它沒有橫樑 阿歷斯真是 很漂亮 很特別 樓上的樓上很漂亮 這裏一樣是馬賽克的壁畫 這裏真的很漂亮 這個要看看 這裏我們都可以略略講一講 這裏有一個不是壁畫 這裏有一幅相 這幅相曾經證實 有一塊叫做果師簿 果師簿 當年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之後 釘死了 有一個女孩子叫Veronica 不忍心耶穌的屍體在暴夜坊間 然後用一塊布包著它 後來久而久之 這塊布就印了耶穌的面容 寫著身體在這裡 這裏是果師簿的真跡在哪裡呢 就是在意大利的道立 這裏只不過是一幅畫 是 這裏都擺放了很多聖母馬利亞的雕像 由此至終這個教堂都是歌頌聖母馬利亞 所以在外面我們都會看到一個金色的雕像 聖母馬利亞雕像 是嗎?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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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有神秘的感覺 是啊,很莊嚴,始終教堂入到這裡 神秘的感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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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这里观赏 都看到很多的麻在黑画 甚至是建筑 都是探维观节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